圣安德烈中学校长证实 最近本地网上流传的一个男学生 遭一群男生围殴的视频 其中部分的学生来自圣安德烈中学 校方严厉看待这起霸凌事件 警方证实街道报案正在调查 以下的画面可能会让你感觉不舒服 多名男生聚集在祖屋楼梯口 将一名男生拳打脚踢 被打的男生多次试图躲闪却无力反抗 即使男生被打倒在地痛哭呻吟 恶霸非但没有助手 反而往男生身上狂踩猛踢 圣安德烈中学校长今天证实 视频中殴打男生的学生部分来自该校 校长表示校方严厉地看待所有殴打事件 并继续教育学生的控制情绪与行为 据了解遭围殴的男生母亲已经报了警 警方证实正在调查中 视频上传至今天中午已有超过 100万人次观看 约3万次的转发 并在网上引发热议